本地大学生挨饿事件近来受到各方的密切关注 而首相敦马今天就以调侃的方式指出 政府也想要给大学生提供温饱全餐 而奈何国家的钱都被贼给偷走了 而这名贼如今却成为了一名老板 是 那另外呢 针对马航严重亏损的问题 敦马就表示说 如今国内外都有投资者有意收购马航 不过政府还在研究是否要出售马航 政府曾经拯救马航 包括在多年前注资61令吉 和在几年前更换管理层 不过首相敦马哈迪今天表示 政府已经无力重振马航了 如今国内外都有人勇意收购马航 政府会在做研究决定是否要将马航卖出去 有些肯定的肯定的肯定是否要购马航 所以我们没有购马航 我们需要购马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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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否要购马航 我们看到了 进来本地大学生挨饿事件曝光之后 引起敦马注意 他表示如果政府有钱 必定会给大学生提供温饱全餐 不过现在国家的钱都被盗贼给偷走了 而这个贼却摇身一变 成为了百万网民风靡的大老板 对此敦马促请这个盗贼 立刻还钱来帮助这群挨饿的大学生 另外敦马也表示 政府正在努力拯救 将在星期五在新加坡 面临死刑的大马公民米高的性命 敦马表示 我国有许多人都认为 死刑这个刑罚的确有点过火 因此他相信新加坡 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而且澳洲也因为我国还有死刑 才不允许我国引渡犯人回国 来自沙拉越的米高 是在四年前 在新加坡涉及杀人案而背叛死刑 米高的家属希望新加坡 可以把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督刘伟强早前也指出 我国会向新加坡提出抗议书和上诉 希望能让米高逃过死刑 MTV7与伟健采访报道